接下来我们在正式画3D模型之前 先来带同学了解一下 在做3D模型的时候的一些环境设定 等一下呢请同学帮我开启一个 现有画好的一个零件档 帮我开启在Quero课程资料夹里面 这边有一个叫做 滚花处理的图档 帮我开启它 一刚开始我们先来介绍一下 滑鼠滚轮 滑鼠滚轮往前往后 是把画面拉远拉近 如果说你今天想要旋转视角的话 你可以滚轮按着不放 它可以去旋转我们的视角 可以转到任何一个你想要看的角度 再来呢如果我想要平移我的画面的话 我可以按着我的键盘的Shift键 再加上滑鼠滚轮按着不放 你可以做一个平移的动作 可以做一个平移的动作 好 再来呢在这个地方 萤幕的上方有一个叫做缩小 当你去点选它之后 它会帮你缩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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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旁边有一个叫做放大 点选之后 好你可以滑鼠在萤幕上随便一个位置点一下 好放开 拉一个视窗 左键再点一下 可以做一个局部放大 可以做一个局部放大 做一个局部放大 就相当于你的滚轮往前往后的意思 好再来呢当你拉得很近 或者是放得很远 如果你想要把这个模型直接充满整个画面的话 这个地方有一个叫做重新调整 点选它之后 萤幕就会帮你拉到你的眼前 好所以呢 有的时候你不需要用滚轮去做往前往后的动作 直接按一下这边的放大镜 它就会帮我们做一个重新调整 好接下来呢 我再看一下这边 这边有一个叫做旋转中心 旋转中心并不是原点的坐标 我们原点的坐标是在这个位置 这个以后会再跟同学做介绍 好这边你会看到有一个彩色的坐标 这个彩色的坐标是所谓的旋转中心 旋转中心的意思是说 今天我只要滚轮按着 滚轮滑鼠滚轮按着不放 不管我怎么转 它都是以这个点为旋转的中心点 好这叫做旋转中心 如果说今天我把旋转中心关掉了 就会变成我的游标移到哪里 然后按着滚轮 就是以这个点为旋转的基准点 如果你今天移到了画面的外面 滚轮按着 你会发现 我好像很容易把我的模型 就会移动到 萤幕的外面 我就不太好控制我的模型 这时候呢 游标可以移到里面去滚轮按着 这个地方就是旋转中心 好就变成旋转中心是一个动态的 好是一个动态的 游标移到哪里 再按着滚轮 就会变成旋转中心 如果说你是打开这边的旋转中心的功能 就会变成整个模型的中间 就是旋转中心 不论你的滑鼠移到哪里 你要去做旋转的时候 它还是会以这个点 当作是旋转的中心点 好这叫做旋转中心 好再来呢 在萤幕上的显示里面 这边会有一个叫做萤幕显示 你会看到这边就是反射着色 反射着色呢 是在你旋转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边会有一个反射的效果 好会让你做一个影子 通常来讲我们不会开这个东西 因为第一个没有很方便 我们不见得需要看到它的一个反射的效果 再来呢 那你的东西如果比较复杂的话 会拖满你电脑运算的速度 所以说一般来讲 我们不会去开反射 着色 我们会去开的是边着色 好在画图的时候呢 它会帮你把你这个零件的边线 会帮你描绘出来 好让我们更能够知道 零件的边缘是产生在哪里 好这个叫做边着色 另外一个这边叫做着色 着色就是正常的着色 但是它并不会帮你把边线勾勒出来 好这个叫做着色 再来这边会有一个叫做消影模式 消影模式是把图形转成线架构 但是你只会看得到你目前看到的画面 你看不到背后所产生的图形 有没有 背后看不到 好这叫做消影模式 再来隐藏线模式 就是你有透视眼 你可以看穿这个物件 但是被藏在物件背后的模型 它是用灰色来帮你做代替 好这叫做消影模式 再来这边有个叫做线框模式 线框模式不管代表的意思是说 不管是前面的物件 还是被挡住的物件 全部都是用蓝色的线来帮我做代替 我们一般在建模的时候 比较常用的是编着色 消影模式跟隐藏线模式 这几种是我们比较常用的一个做法 一个显示的效果 再来我们会看到上面 上面是我们的功能区 你要画2D 你要画3D 都可以从这边可以找得到 还有你可以去分析 去查它的重量 查它的体积 查它的距离 还有各式各样的一些功能 都会在上面的功能区可以找到 我们之后再往后的课程 会详细的跟同学做介绍 好 再来旁边有一个叫做模型术 模型术很重要 模型术会记录 你在建立这个模型里面 所有的过程 它都会帮你记录下来 它的好处是将来 如果你的图形需要做编修的时候 你可以从你的做图的过程中 针对你需要做修改的地方 去做个编辑 好 这个模型术的运用 会是在Claro里面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 我们之后会带同学慢慢的了解 好 再来呢 在萤幕显示上面 这边还有一个叫做 它的可以观看它的各个物件不同的面向 比如说这边有个Back 我可以看到这个物件的后方 这边会有一个叫做Button 可以看到这个物件的底部 这边From 看这个物件的前方 好 等于是它的前视图 这边是Left 看它的左侧视图 这边是Right 看它的右侧视图 这边是Top 看它的顶部 等于它的俯视图 或者叫做上视图 好 再来呢 这边有个叫做标准定向 标准定向很常用 等于是看它的等角画面 看它的一个立体的视角 那这个等角标准定向呢 我们一般来讲 我们会使用它的快速键 它的快速键是Ctrl 好 你的键盘Ctrl 加 好 按着Ctrl 不要放 然后呢 再按一个D 好 会得到它的一个等角图 这个东西很常用 要记住 好 先要记起来 当你的画面转到一个乱七八糟的视角 这时候呢 你可以按着Ctrl 然后再加一个D 你可以得到一个等角的视角 这个东西很常用 所以说这个快速键 同学要记起来 好 那接下来 先同学先练习一下 我们刚刚所做的这样的一个视角 颜色的显示的切换 滚轮的运用 还有呢 这边的这个Ctrl D 好 抱歉 好 这个地方的标准视角 同学可以试着按按看 好 这边先了解一下 接下来我们开始正式进入到零件的绘制 好 同学请试一下 都已经有些人了解了 好 这边 谢谢您的目标